重劃區 重劃區這幾年來 大概是建設公司 辭成的一個沙場 主要哪些地方 有重劃區規劃出來的話 建設公司馬上拚命推案這樣子 對民眾來講 在重劃區買房子 就是他可以塑造一個非常好 非常完美的一個願景 他們會跟你講說 未來這邊政府會有捷運規劃 這邊會有什麼建設會進來 公園綠地 小學 中學都會進來 某些建設公司 他們會規劃什麼Shopping Mall 或是會規劃什麼電影城 讓你覺得說 住到這個地方就是我夢想的 一定要買一部 可是我們最擔心的就是說 我常常講說 重劃區開發有所謂的三部區 這三部區是哪三部區 第一個 因為有時候重劃區規劃好了之後 有些建設公司 它已經都已經名花有主 可是他們不敢推案 覺得說這個景氣前景 先圍起來等 對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土地 圍起來都在漲草 沒有人敢在那邊活動這樣子 它第二個階段才會進入到 建設公司這時候信心 覺得說景氣好了 大家都有志一同都開始推案了 房子一棟一棟長出來 所以這個看起來 好像滿有那樣的一個 又有一幅的美景要出來了 可是這時候一個關鍵來了 就是說 如果說投資的人比較多的話 變成說晚上都沒有人住 點燈力很低 這時候就不會進到第三個階段 是什麼 沒有生活機能的話 它又會反過頭來 變成是一個惡性循環 沒有人住 像我們在座的這麼漂亮的女孩子 晚上回家 你看到沒有互發死者的話 你怎麼敢住在那個地方 所以變成就是又惡性循環 另外一個我們就看到 剛才提到重劃區的工業 住宅的問題 這個台北市取締的 現在滿嚴格的 這種房子基本上 在政府規劃的時候 你在申請建造指導的時候 你不可以把那個衛浴設備 放在住家裡面 放在房間裡面 不行嗎 這怎麼洗澡 這個部分本來就不能當住宅使用 他們都拿到使用指導之後 再去做二次施工 對 所以這個部分 可是像他二次施工的話 他還是不是合法的對不對 不合法 他一定會叫你簽一個同意書 是你自己委託我來施工的 而且我這家建設公司A 我就跟一家B公司 你就直接跟他委託 那我這樣如果我買了 然後別人檢舉我 我就要拆了 就拆了 對… 可是現在這個台北市政府 面臨到的一個最大的問題點 就是說因為我們的房子 就是我們自己的堡壘 我們只要把門關起來的話 我不是現行犯 政府不可以跑到我家裡面來 不能進來 對 所以現在有些人 也是有恃無恐 就是說反正 我房子關起來 政府機關要來查核 我不開門 那你的療何活這樣子 所以這個部分有這樣的一個 所以就是 這時候講這個話 對 所以這個部分 是有這樣的一個困難點 新北市有很多的工業住宅 它很多工業住宅社區 就是1000戶 2000戶 對啊 那很大 很大 這個新北市政府之前 在周錫瑋縣長的時候 希望說這些可以讓他 基本上如果說要照合法的程序的話 在土地的時候 他就是要捐給政府土地 周錫瑋本來想的是說 那你們住戶願不願意 把它合法化 那你們自己出一些錢 捐錢 捐錢 對 那用貸金的方式 可是我們剛才又回到一個問題 這個變成是住戶要去負擔 那我們剛才提到的 捐地是誰要負擔 建設工業所 這個部分就程序上不合理 正義 所以後來內政部營建署就不通 那照這個邏輯走的話 就是要能夠成功更改的機率不高 現在除非整個法令修正 聽說要整個就地合作 對 政策上不合 剛剛講的那個是在中和永和 有兩棟 後來說每一坟要捐2萬 比如說你家有40坪捐80萬 現在都沒錢要捐80萬 這不可能的事情 那不是當場就那個 不對 可是他可以算一下 他捐了80萬 那之後他變成住宅區的話 他一坪可神 可以賣40萬 沒有啦 古廚 你各一樣都不可能 而且要怎麼照的經 都整個 因為他蓋得滿滿滿 你現在都前胸貼後背 你知道嗎 每一棟房子都貼著 你如果缺醬油要做 手吹過就有了 那個完全沒有隱密性 就我家衣服曬不下 隔壁借曬一下 都可以 是 所以重劃區 還是說計劃區 就剛剛我們新明兄講的 第一個 你要買在十幾點對 第二點他要旁邊那些設施 要做功課 好 那接下來來看 第五個話術是什麼呢 屋主極壽 買到算你賺到了 依馨你遇到的是什麼 這在南京東路四段左右 在那個商業住半大樓 所以樓上是住戶 下面就是一些商業空間 樓下有辦公室 感覺很多錢 在經營書你也覺得OK啦 就因為環境不錯 然後那時候去看他就說 屋主很急喔 就是你要就是感覺 就是這一兩天要決定 然後在樓下我就看說 那個四樓有個好大的扛棒 我說那個四樓那個招牌是什麼 然後中介他就跟我說 應該是外商公司吧 好像是進口一些 女裝 金油之類的 然後我就上了十幾樓 然後去看了房子 房子也不錯 然後你知道女生貪小便宜 想說我如果住在這裡 樓下賣金油或是賣化妝品 我下去跟他搞關一下 順便可以拿個八折 七折 然後電梯就大概在 六樓 七樓的時候 我就中介站在這邊 我說那去看一下好了 我就直接按了 然後當我直接按的時候 我想說那中介為什麼 愣了一下 然後就是站得很直 然後我說怎麼了 有點緊張是不是 對 我想說是不是 我耽誤他的時間 然後我說算啦 反正進去看一下 我就不用再跑一趟 四樓的門 電梯到了 門一打開 兩個女生然後穿著抽低胸 然後站在櫃檯那邊說 然後我一看說這是什麼東西 還是完全是一個生涉場合 然後我說我就這樣子看著 不是 那是因為帶你 如果今天帶的是 因為男生看房子 我們就先按四樓去看一下 對 先進去了 對 這樣很快就成交了 對 他就說 你看你卻倒個垃圾 都可以來下面走一下 真的 然後我就嚇到 就看那個中介 然後那中介說 怎麼會這樣子呢 他前幾個月都還是外商公司 是不是換名字 然後招牌可能還沒有換 我不知道會這樣 我就 好 然後我就關了 然後走了之後 反正的電話封鎖 真的 超扯的 本雲 那你遇到這樣子 屋主極壽的話 價格通常比較好談呢 對 可是我曾經碰過 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買到很便宜的房子 他一開始講說 他這個房子他是賺到的 可是後來他告訴我說 他真的是買錯了 因為他去的時候 他買之前他也沒有先打聽好 沒有什麼去找鄰居 或是看附近 就真的純粹覺得價錢很便宜 他就買了 然後結果他 他只要 這很煩 對 晚上搬個椅子 就脫個椅子 或只把要脫椅子坐下 好 鄰居就會拿掃把 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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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對 然後他想說 可能是我太晚了 就還在脫椅子 可能會吵到人家 覺得自己不對 可是後來有一次他出國 大概七八點的時候回到家 那你當然就是拖著行李 然後一一往房間走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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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下又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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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壓力很大 對 然後他就變成說 他就覺得壓力很大 搬什麼東西什麼 他都要全部搬起來 然後再放到原位 所以你朋友是一個自愛的人 如果遇到一個說 我才不甩你呢 就輕了 就吵起來了 對 那就真的會吵起來了 好 請問一下嘉欣 一般來講遇到這種 屋主極壽買到賺到 這一看真的是就很想買 這個裡面有多大的陷阱在裡面 我一般來說我都會建議就是說 你去看一個社區的時候 先看公布欄 這個公布欄如果有人說 就是晚上不要抽菸 這個社區一定有人晚上抽菸 或者是說晚上小孩不要吵鬧 你就知道這個社區 一定晚上有小孩吵鬧 有時候我會建議就是說 你可能跟管理員聊一下 管理員是最知道大樓狀況的人 對 那你就是跟他們 有時候跟他們聊一聊 拿個飲料 去跟他們請他們一下 聊一聊 他們會跟你說 當然另外來說 我都會建議就是 你可能在同一個區裡面 我們都說 最好交幾個房仲的好朋友 因為其實房仲好朋友的話 他就會第一個 他把案子會跟你說 第二個的話就是 如果這社區有問題 他也會跟你說 那當然就是說 如果另外來說的話 我之前是有一個鄰居 他就是這樣 他很喜歡這個社區 但是他又很擔心 所以他選擇先租 他就在這個社區 先租進去 對 先去臥底 對 先租進來 然後你就知道 就像憲哥講的 其實你看臥底 他臥底了一陣子 他就會知道說 這個社區是不是有一些 可是你的朋友叫很耐得住性子 因為你還要想說 你租完會不會買不到物件 不一定 因為他如果說 租在這個社區的時候 他往往會是第一手的 就是知道這個 哪一間要賣的這個人 對 所以我那個朋友 他後來他就是 要成功買到了 那個社區買到那個房子 不過嘉欣 我們在最近所得到的一個訊息 大部分都覺得說 台北市 新北市房子不能買 暫時借急用人 但是聽說除了台北縣市外 也有人什麼林山淡等等 還有很多很多的地方 現在都被列為地雷區的 有哪些地方 其實如果你晚上去看 那些點燈率比較低的區域 房子蓋得很多的 那樣子的一個區域 我們會建議你短時間是最好不要碰 因為這類的區域來說的話 他有時候像 我那時候就是有一個朋友 他可能在就新北市的某一個區域 他就說他有一次去看房子 我們那時候不是說 小坪樹很受歡迎嗎 兩房的產品是最熱門的 他說他就親耳聽到 那個跑單的小姐跟他說 我們這邊的投資客 跟我這個社區一次買20戶 他心房就想說 我一次買20戶 這個人萬一他周轉不過來 拋售的時候 那不就完蛋了嗎 對 所以我那個朋友 他就趕快撤出 對 所以其實像這樣子的 就是社區你可能要稍微注意 當然另外來說的話 事實上有一些東西 也可能要稍微小心一些些 比如說像是 因為去年7月份之後 交屋的房子 我都會建議如果你要買新房子 當然新房子很棒 可是因為台北市 新北市 苗栗 宜蘭 高雄 這些區域 他們的這些所謂的新的房子 它的造價改變了 所以過去你可能房屋稅很便宜 7稅很便宜 這樣子的一個房子來說的話 因為它調整了 所以你可能就變得很貴 當然另外來說的話 就是豪宅的產品 就當然如果說中了樂透財 我都說先不要買豪宅 因為以後你有可能買了豪宅會 因為特別是以台北市 台北市的話 它的路段率都再乘一次 就是說在房屋稅的公式裡面 它有一個路段率 台北市的豪宅 路段率又再多乘一次 所以你常常會 比如說路段率本來是3 因為它路段率多乘一個加1 就是可能它同樣是3 就是3加1 等於說就變成4乘3是12 你等於說房屋稅變成12倍 所以像這類的一個高價的產品 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當然最後一種的話 就是地上權的產品 什麼叫做地上權產品 就是說我們通常買房子 不是有土地也有房屋嗎 是 對不對 地上權產品 那種就是另外一種的話 它那種所謂地上權 它就是只有房屋的部分 就台北最有名叫金站 對 當然另外來說 現在台北市除了金站這個案子之外 其他有一些地方 它也陸陸續去推地上權 地上權的問題是說 第一個房子不是 就土地不是你的 但是房屋會折舊 所以你其實那個房子 是越住越沒有價錢 而且貸款貸得很少 對 而且貸款貸得很少 另外還有一個要命的事情是 我們說不是沒有土地我幹嘛要 我不用繳 就應該不用繳土地的相關稅付 但是它的概念就是說 地主把土地租給這個建商 蓋了房子 那你是不是就要付這個 所謂的地租 因為那時候我有去看過 那個金站那邊 然後我差點就要買下去了 地上權房屋還有哪些爭議問題 楊誠希當初沒買成的原因 又是什麼呢 那好吧 有過